各位观众 但是它不是在指定的地方 就是它登记的工厂地方生产 而是在别的地方生产 这个东西就是不行的 对 这个东西很明显 就是违反了钥匙法 所以负责人也都接受了约谈 但是我很好奇 他们增设这些口罩的话 为什么不在原本的工厂 而是要去其他的地方 那卖出去 做好的这些口罩 是要卖给谁呢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检方要来持续追查 因为有可能是说 现在就是口罩的生产线不够了 所以他要再去增设 但是他没有去依照规定申请 便宜形式这是其中一个可能 对 再来第二个可能的话 有没有就是说 因为现在非实名制的口罩 可以自由流通 那价格还算是不错 所以他这时候多生产 可以多赚钱 但是这个部分的话 就等于是说违法 他去超量生产 OK 但是说到这个口罩国家队 你还记不记得之前 第一次出包的 就是加利工厂的口罩吗 原来这个老板曾经暗酸过 这一次的晋星科技 对 你还记得加利工厂 他那时候只两个口罩国家队 一个是在银哥 另外一个在高雄 高雄他指设的就是晋星科技 没有依法缴交适当的数量 给口罩国家队 害他们必须要来增加生产线 然后还要必须要从中国 大陆进口口罩去混冲 但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加利说的是真的 那晋星科技也是蛮可恶的 因为代表是说 他的口罩是够的 因为他还多设了一个生产线 去多做了这么多口罩吗 但是他没有上交给政府 对 所以现在这个检方 他们就要去追查说 他到底为什么要去违法 增设这个生产线 因此现场最新情况 连线给记者曹婷涵 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了 接下来如果有双刚硬的话 我们就不怕再买到黑型口罩 我们就去买口罩的时候 任命这两个标章 一个就是Made in Taiwan或MIT 另外后头加注MD的话 就可以保证你买到的是 台湾制的医用口罩 好 这个双刚硬口罩在今天开卖 但是我觉得钥匙真的是蛮辛苦的 因为大家买到的口罩发现 你买一下 我买一下发现我们比对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MD在这边 为什么我们的MD在另外一边 大家想说这个会不会 应该是要在同一侧才对 怎么一个在左下一个在右下 难道我买的是假的 还是你买的是假的 就像当初那个 我们买到那个消费局的时候 那印花不一样的位置对不对 对啊 你看今天我们拿到的口罩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框起来的是Made in Taiwan 在这边右下角都没变 然后这边的Made in Taiwan也是在右下角也没变 但是这个MD是在左边 另外一个MD是在上面 所以有一些民众拿到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这两个 为什么位置不一样 会不会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 那今天钥匙也是解释的蛮累的 我们也稍微解释一下 不用担心啦 这些都是真货 好的啊 那这样就会有一点 比较有保障那种感觉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在国际间的消息 两个人的火气都很 他说任凭中国病毒在全球夺命 而且还操控了WHO 说不会人传人话说得很重 而且我们昨天也讲到了 习近平那时候直接反击说 全世界出来评评你 难不成谁要听谁的拳头大就要听谁的吗 就暗指说美国现在在霸凌中国 那对此中国大陆这边的话 他们官方也就是外交部这边 同样也是召开记者会 呼吁全世界赶快站出来 看看说谁是说的是对的 我们来看到华春莹他讲话 他就直接讲说呢 现在中国是放眼全世界 但是美国的眼界非常狭隘 只是紧盯着中国 OK 再来我们看到另外一名发言人 也就是汪文斌的部分 他甚至直接来回嗆说 中国病毒这个说法绝对不是对的 而且他就讲说了 谎言代替不了真相 而且川普现在防疫不力 造成全美国已经至少 二十万人死亡的情况之下 你现在还要把这个责任 甩锅给其他人 会不会太不讲理了 好 另外一个焦点 就是大家发现 在联合国的官网上面 对于习近平的声呼 竟然是殿下不是阁下 因为其实如果殿下的话 对于习近平来说 好像升了一个职位 因为是王厨嘛 一般元首是应该用先生阁下 但是网友话说得很酸 他说没有 联合国并没有把它升级 是把它降级了 因为他们就开玩笑地说 我们不是都叫习近平 叫习皇帝吗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部分 我们把镜头转回到台湾来 志祥你今天早上 六点多的时候醒着吗 我在公司了 你有听到什么样奇怪的声音吗 其实我在室内的话 是没有什么听 但走到外面去 你就有时候会听到这种 轰隆隆的声音 OK 那其实有 在今天早上很多观众 就有个都被吓到了 想说是不是中国大陆打来啦 毕竟现在我不跟他们的关系 这么紧张 就当然不是啦 他假如说真的要打来 那当然姿势体大 我们两个也不会站在这边 跟大家聊新闻的嘛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下下礼拜 就是双十国庆啦 所以在这之前的话 国精有一些表演的预演 就必须要来提前展开 所以像今天的话 就是半兵力的预演 什么意思呢 包括像是直升机啦 或是战机等等 不是都会略过总统府上空吗 今天就开始在进行这样的相关 原来是这样子 好 我们来看看 今天很多人都被吓坏了 要打仗了 会啪啪的啊 想要赶快离开这样子 两个人说真的 我们也不是自己吓自己 因为最近我们跟大陆的关系 应该是实无前例的紧张 你看哦 共军在一个礼拜之内六次绕台 等于是天天来我们家门口报到 9月17号 9月18号 9月19 21 2223 每天都来 其中你会发现 在9月18跟9月19这两天 价次是最多的 最主要是因为 那个时候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发生了 美国的国务院次 亲克拉克来到台湾啦 对 所以他那个时候 挑衅的意味就更浓厚 派出的东西就更多 但是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让大家今天早上很紧张 再加上美国的参议员 卢比欧上了电视节目专访 他甚至直接说 中国对台湾动武迟早的事 而且甚至他觉得说 可能这个时间点还会再提早 因此美国必须要来超前部署 怎么样部署呢 就是你要提高说 如果共军犯台的话 你会付出什么样的成本 什么样的代价 国际上或美国要怎么样来制裁 你这个东西都必须要超前部署之后 给美国 给中国 也要有一点克服作用 是 那川普对于这样的讲法 他怎么说呢 其实川普对于中国大陆 最近的一些文攻武嚇 对于台海这个东西 当然也是觉得很不满 再加上说 现在在南海地方的话 其实共军跟美军在这边较劲的意味 也是非常浓厚 而且对于南海的一些主权争议 或者是军事的这个势力范围的争夺 同样也是差点要擦枪走火了 所以他直接在这个演说上面 他虽然是说没有公开讲 他透过了国务卿那个蓬佩奥 也就是蓬佩奥 他就直接讲说了 Enough 够了 我们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 言下之意就表示说 接下来如果中国大陆 有更进一步作为的话 他有可能就是要来打算 做采取一些强硬手段 OK 好啦 其实大家也真的或许不用太紧张 因为你可以看到 有教授曾经说 从最近的细节来看 共军并没有计划要来突袭 大部分都是挑衅比较多啦 但是思想我们总是要做好 这个最坏的打算嘛 所以网络上面最近就在疯传一个 所谓生存手册 万一今天打仗了 我们该怎么办 其实这个生存手册 就是由一个军事评论员邱世新 他在脸书上面写的 而且他将洋洋沙沙 写了三千多次 告诉大家如果真的碰到了空袭 又该怎么办 或是你要怎样来提前示警 那我也帮大家整理四个重点在这边 第一个的话 什么时候最有可能是 阿贡打过来的时候 凌晨嘛 大家睡觉的时候 对 凌晨大家睡觉的时候 或者是说就算说你还醒着 那时候精神最颓眉的时候 大概就是凌晨四点钟啦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清晨的这个时间点 就有可能是战争的开端 那如果说真的碰到空袭之后 你又该怎么自保呢 还记得小时候 我们常常做一些空袭警报的 那个演练 那我们也帮大家复习一下好了 首先你第一个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远离窗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爆炸 它很有可能把你玻璃给震碎 如果一震碎 全部砸到你身上 是不是很危险 对 真的很危险对不对 然后再来的话 你手上最好准备一个 电池用的这个收音机 因为你在这边 如果你碰到战争的时候 你收到的讯息 你别人多的话 你就有机会 更容易成功 OK 原来先为这样 好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生成手册 当可以躲吧 先以不变应万变吧 没有这样躲的就是 就是打了就是 你看现在没有防空洞了 明天当中真的是 好久不见的英国 哈利王子 跟他的老婆 美根马克尔 他们离开王室之后 就移居到了美国洛杉矶 两个人是第一次 在离开之后 在美国这边的广播公司节目 来接受专访公开露面 他们说了什么呢 他们就说了 11月3号 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那天 要投给谁 他们公开力挺的人 居然不是川普 而是对手拜登 那不是让川普 生气到跳脚了 而且你要知道 现在就在今天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 只剩下倒数40天了 如果这时候 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名人 站出来是力挺他们的对手的话 那川普是不是要急得跳脚 所以你就会发现 川普跟美根 又在这种公开场合杠上了 好 一起来看看 好 欢迎清醒 我们来提早规划一下吧 这个礼拜真的要跟观众朋友 说一声辛苦了 因为要连事上六天的班 但没有关系 因为接连两个礼拜 都是廉价 这一个一开始 先遇到的是中秋节 再来就是所谓的双十廉价 那中秋节 当然要说到的就是烤肉啦 没错 而且现在烤肉 真的是越来越浮夸了 之前我们也就说 大概烤肉就是放个烤肉片 顶多烤个蛤蜊 人家蟹这么大只啊 对 你有发现 今年的烤肉的食材 是越来越大只 除了这种雪场蟹之外 你甚至还可以看到这种虾 居然比我们一般的泰国虾 大上了好几倍 因为这是斯里兰卡大虾 今年首度也来到了台湾的餐桌上 你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大家没有出国嘛 这荷包省下来 全部都报复性的去买食材 而且还报复性的吃饭 好 我们来看看 现在牛排在烤网上 必出油脂 一旁还有非美鲜虾作伴 装修团员 相约家人朋友烤肉 不只要吃的豪华 还得来个味觉视觉 双重享受 除了五百公克的这个龙虾身 现在肉品也是越来越浮夸 像我手上这个巨无瓣牛排 就重达六百公克 而且比脸还大 另外来李肃于台北 采访不到 好 当然了嘛 除了烤肉之外 另外一批人就要来旅游啊 思想今年有什么样好的推荐吗 新玩法 新玩法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双十廉价 如果你想要赏国庆烟火的话 就要到台南去咯 OK 因为今年移试到台南的余光岛之后 相关的地方 大家都开始毛起来 要准备来做一些报复性的消费 所以当地的业者也规划了一些行程 说到了台南 说到了安平 你会想到什么 想到什么 我第一时间想到黄伟泽 跟你说的应该不一样吧 当然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可以想到说 今天在安平过去 它就是一个比较靠海的地方 虽然现在已经有一点 海埔新生地延伸出去了 所以呢 如果你要到余光岛去赏烟火的话 除了在陆地上赏烟火 你也可以坐船到水上赏烟火 我觉得你说船有点太low了 他们是说坐邮轮哦 我们把它升格到上邮轮 这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让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 就是过过干瘾嘛 毕竟今年大家又没有办法出国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一次的国旅 我们该怎么玩 我们会去一个澎湖吧 或是有绿岛 那还好 那是花莲 中秋双十廉价稻鼠民 就想出游的心早就按捺不住 全台各地订房率全都满满满 尤其今年国庆烟火秀 首次遗失台南举办 吸引不少民众提前卡位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这个一碗面的故事里面 我觉得加了好多洋葱 而且有满满的感情 而且这个新的一碗面故事 是发生在南投 有一对姐弟因为家里 比较贫困一点点 这个妈妈就一天只给他们 写定一百块钱来吃饭 两个人 然后一百块吃三餐 这怎么可能吃得饱呢 所以为了省钱 这姐弟就到父亲的牛排店 共享当时一克四十块的铁板面 然后就跟弟弟喝浓汤 喝到饱 这个时候如果有些店家 他们做生意 当然会觉得很不开心嘛 毕竟你点了我一个 四十块的铁板面 但是却不断地喝浓汤 当然希望你不要来啊 但这家老板娘很感心耶 她不仅没有赶她走 甚至还帮她加了面包 加了什么 一吃不是一顿 不是两顿哦 六年 六年的时间 现在这一对姐弟长大了 他们真的很想要跟老板娘 说一声谢谢 好 所有的妈妈真的好伟大 你会发现生小孩 真的有时候还蛮危险的 因为在高雄游民妇人 她本身脑部的血管 可能有一点点畸形 没有想到 她在生第三胎自然产的时候 用力过猛 就脑血管爆开 让她中风了 一起来看看